歡迎收看國會最前線 我是謝麗文 我們提供理性的討論平台 期許國會能夠更透明更進步 您知道台灣 其實可以說是漁業王國嗎 但是在遠洋漁業的整個產業上面 卻被發現到 是不是對於漁工 尤其是外籍的漁工特別的苛刻 有沒有勞工的進一步的問題 最近引發的話題 今天我們要進一步的來分析 那麼我們先來歡迎今天幾位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宜蘭縣的嚴神協會總幹事林興川 大家好 好 接著我們歡迎的是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的 總主比李雪莉 大家好 接著我們歡迎是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理事長陳素香 各位觀眾晚安 好 接著我們歡迎是 綠社和平海洋專案主任顏寧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的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國會有哪些重要的焦點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盛多美跟台灣斷交的消息 今天在外交委員會是重要的議題 那麼今天外交部的次長 侯青山到立法院報告 證實目前的確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跟台灣的邦交關係是亮黃燈的 而另外內政委員會審黨產會的預算 主委顧立雄今天也首次到立法院的備詢 今天是另外兩個雕點了 好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先簡單的看一下 介紹一下 台灣現在面臨到這樣的情況是 有一個高雄籍的漁船 在漁船上頭有印尼的漁工 出海作業卻疑似遭到虐死 這個案件其實已經經過了審理 那麼後來已經被行政的牽結 但是監察院介入調查之後 發現疑點重重 現在屏東地檢署又要重新再來調查 我們先來看這個報道 這是印尼籍漁工 屬平安頭生前最後的影像 當時他受了傷 虛弱的貪坐在船上 屬平安頭最後傷重不治 死在船上 生前他自訴是遭船長毆打 扶刺群號漁船發生海上跌血 屏東地檢署展開調查 但最後的結論卻是 塞伊石從高處衰弱 導致傷口感染致死 而且七名漁工公辭不一 無法證明是遭船長毆打 同時船上另外還有一名印尼漁工 落海失蹤 也是輕描淡寫的說工作意外 引發吃案的疑慮 他們一號檔知道印尼漁工 就是有這個死亡的情勢 其實檢查方馬上就去相約了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去年八月底 監察院介入調查 發現死亡的 Supianto死前留下三段影片 裡頭有提到船長輪機長 以及另外兩名印尼漁漁工 動手打他 同意在翻譯的時候 還難過的流下眼淚 但這部分屏東地檢署都跳過沒翻 只是粗略處理 顯然有疏失 要求重啟調查 我為什麼會請人家來做翻譯 因為我看到屏東地檢署 他的這個針對這三段影片 他也有 但是這三段影片 他都說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那所以這個Supianto在講什麼 你聽不懂 那你怎麼會把它牽結呢 這是當事人 被害人的一個自白 本案於收到監察院調查報告後 以分案重新調查 本署會針對監察院調查報告 所指摘的重點 會均以詳細調查 因為聽不懂而結案這樣的一個事情 您瞭解的一個狀況該怎麼樣 本署會尊重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是不是因為聽不懂 印尼爪哇魚而草碎結案 憑檢跳針 迴避問題 Supianto的死 凸顯出台灣長期以來 漠視外籍漁工人權的問題 監察院也要求漁業署 不能再放任不管 好 我們簡單再來看一下這個案情 其實就是有一位印尼漁工 他疑似遭到虐死 這個案件其實有經過調查 但是這個內容我們就看到 的確是有影片 他有指控被毆打 那麼 但是這個影片看起來 並沒有被完全的 完整的被翻譯 在屏東地檢署相宴的時候 通意並不懂這個中爪哇魚 沒有溢出這個很關鍵的受虐的情形 而最後警察官還牽結了 家屬現在情況是什麼 他們有領到了包含的薪資 還有和解金 好 我要先請教的是 雪莉姐 這個 當然這起事件 受到關注主要是因為報導者有這樣的一個 一連串的專題的報導 您所瞭解這個案情有哪些可以被再進一步討論的一點 這一次我們的報導的專題就是造假剝削血淚漁場 那我們想透過一個愚公之死來看 就是從2002年我們開啟的境外聘僱 其實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不只是Suprianto一個個案 那如果從Suprianto的個案來看 我們覺得這個事件有幾個 大概主要有三個疑點 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屏東地檢署彩性的是船東的證詞 那特別是船東在說他是船長啦 船長說他只是輕拍這個愚公 那但是我們看到其實三段關鍵影片 尤其是Suprianto的朋友拍下來的 他都可以看到說 其實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他的確有被毆打的狀況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翻譯的部分 屏東地檢署其實是比較粗略的 而且很粗心的 並沒有透過一個專業的翻譯來通意 那這個狀況其實我覺得是很荒謬的事情 因為台灣有60多萬的外籍移工 那當然移工是一個部分 可是他們其實在我們這個土地上的生活 一定會遇到像這樣司法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的司法並沒有給他們一個比較公平的判斷 所以在翻譯的部分其實是很草率的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其實船長在Suprianto生病的時候 並沒有及時透過約電台 或者是其他轉運的船隻 把Suprianto送回來救醫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其實蠻大的舒適 所以屏東地檢署沒有透過所謂的 就是工作致死 或是工作傷害這件事情來起訴 起訴這個船長也是我們認為 比較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 我們會說剛剛的確提到說 這只是一個個案帶出來 就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的問題 我就要請教一下 理事長您關心這個國際勞工的問題很久 尤其是像這次我們所發現的印尼漁工的問題 是不是還有很多也是類似這樣的情況呢 有關境外漁工的那個部分 我想是問題應該是非常非常嚴重 但是說真的在台灣 我們能幾乎是接觸不到 對 那像Suprianto這樣的案子 我覺得它是已經鬧到人命了 我覺得它才被關注到 那特別是說有些在海上 有些也許就失蹤了 像跟Suprianto是同樣一艘船的 另外一個漁工 他不是又落海了嗎 那個案子到底後來怎麼樣了 我想也是沒有人會關注到 那除了境外漁工部分 其實台灣還有一些叫做境內漁工 那境內漁工雖然說它在法律上 它是適用勞動基準法的 可是我們也都知道 那個勞動基準法的落實 也是壓壓窩 也是沒有辦法真正去檢查到 它的勞動條件 那更別講說 所有的外漁工進來台灣之後 跟中介人那個剝削的體制 那個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 的剝削的 那那個不管是境外或境內 其實都存在很久 那我覺得我一直也覺得很遺憾 台灣已經外漁工二十幾年 可是有關這種仲介剝削 到目前為止 幾乎也沒有任何辦法去改善 仲介剝削的情況 這次這個報導裡面 當然也有讓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來看以這個 Supernate的例子 如果我們說一個外籍漁工 我們這樣舉個例子 他雖然說看到年薪可以領到這樣 但實際上根本沒有辦法 領到這樣多錢 因為他還要扣除很高額的押金 還有代辦的費用 最後他可以拿到 就這樣八萬四千九 那麼船公司 其實他要付出的錢 我們說抽成 抽成可以抽到有三層 台灣仲介可以抽一次 印尼仲介抽一次 還有牛頭 這就是負責找漁工的 這樣一個中間人 好 這樣他們層層加起來 至少也要拿到八萬七千三 這算一個數字 比起外籍漁工 還要拿到更多的錢 剛剛提到仲介的問題 其實很嚴重 我就要請教一下 船長嘛 船東這邊方面 總幹事您的了解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要聘雇漁工 尤其是像這種外籍的漁工 仲介是重要 但是我們說層層的剝削 您看到也有這樣的情況嗎 是的 這個是存在的事實 所以對於這整個的系統 我是認為因為這種漁工這個環境 這個行業比較特殊 所以你要找對真的是這個行業的漁民 才有辦法從事這個工作 所以你仲介過來的人 你沒有辦法去做一個 就是說我們漁船主也沒有辦法去篩選 我要哪一個 我要的到底會不會 是不是真的漁工 沒有辦法篩選嗎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大的一個 一個構篇在裡面 如果真的要把這個事情弄好 應該是有一套的來源的引進 不是說你隨便找一個工人來 他就是漁工 因為漁民這個行業非常特殊 你要不暈船 他的生活環境又特別嚴苛 而且又危險性 而且又孤獨的行業 這個是真的是你們沒有辦法想像 他每天大家風浪大 大家在休息 他在海上 你休息也是這樣子晃 也是要也是那麼大的風浪 你工作也是那麼大的風浪 所以他的生活條件是特別嚴苛 那你沒有找到真正的漁民來做這個工作 你就是隨便濫漁衝衝術 找一個人就可以當漁工的話 這個毛病就衍生特別多的毛病 在台灣現在 我們說仲介 你沒有辦法自己找到你們需要的漁民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仲介 但是我們在仲介這部分 我們沒有一些相關的去約束 或者是我們有一個系統性的怎麼樣去評估 雪莉姐你所了解的 我們在做這個調查報道的時候 我們就研究了一下整個台灣的仲介史 其實從1980年代 我們從小琉球這些東港的漁工開始 我們後來用了很多的原住民 那1990年以後我們發現中國大陸的漁民非常好用 可是後來在2000年初期 就發現中國發現說台灣的契約 其實存在很多漏洞 那當然他們自己也發展遠洋漁業 所以就越來越少中國漁工進來 那我們的仲介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往北就到了北韓去找漁工 所以到今年還是有蠻多船東在用北韓漁工的 到南就到柬埔塞 泰國 還有印尼 那後來發現越南的漁工因為比較tough一點 那他們就發現說印尼的漁工其實非常的溫馴 那我要講的是說像Suprianto這個個案 它其實是一個我們地檢署的報告說 它是一個公車司機 其實我們到了當地才發現它是一個公車的檢票員 它還不是公車司機 那像Suprianto它43歲了它其實沒有太多的漁工的訓練 可是因為台灣的船東要得非常急 所以它就跟仲介下單 那仲介下單就跟印尼的仲介下單 然後印尼的仲介再跟牛頭下單 所以它整個是非常層層快速的 他們去找了一批沒有受過訓練的 那剛剛林大哥說的 其實漁工是需要很多很特殊的心理素質 它要能夠就是能夠孤單獨處 我們發現說其實像日本公司他們會跟菲律賓的漁業公司合作 會去受訓會去做一個training center 可是台灣就是沒有我們要來的 人才來的非常快 而且他們沒有技能 那這些人上來以後 我想Suprianto它是很 我們講明南語說 Morulia 它的動作是很不那麼俐落的 所以當船長有那種要滿載的壓力的時候 然後當船員又不是很靈活的時候 那個衝突就開始了 這個也是就是剛剛林大哥所說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找到一個合適的船員 對兩邊其實都是一個災難 總幹事在船上其實您剛說到 大家都是我們出去那個是工作室 本來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我們也知道 既然船出去就是有它的成本 然後大家就希望不要虧本回來 在船上面緊張的關係 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其實是高的嗎 其實是不高啦 這種狀況 因為到底每個人心裡都一樣 都是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 語言不通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障礙 剛剛我們這個竹筆 他有談到說 為什麼當初大陸很好用 主要就是語言溝通 很好溝通 我們知道他要什麼 他知道我們要什麼 就比較少出這種狀況 對 今天會出這種狀況 就是風俗跟語言都 風俗也有一點差異 就語言也有一點差異 所以我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要什麼 他我們講的事情 他也沒有辦法理會 就是隨便會會什麼 你問他他就是會 所以到時候真的給他做 因為在海上工作不像陸地上 我東西掉在地上 我撿起來還可以用 就不會丟 海上你掉下去就找不到了 所以當漁民他的這個行業是非常特殊的 你沒有這個經歷的話 你就會經常就會突起 他們一樣的 他們的夥伴 因為他也是我們的夥伴 但他們的同胞之間他們也會排擠 因為他老是多我做你都不做 所以像這種狀況 你如果都是怪我們台灣的這些船長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們真的很願意找一個代班班長 你們去代班 你會的你去代班 那這樣最省事 只要把工作做好 我們就是休息 就一條船 每天的工作就是那一些工作 工作做完了大家就休息 所以很單純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他們這個都是人性 我們也不能科學 尤其像剛剛這個 這條就是說死亡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真的是特案 個案 你像也應該我們台灣也要 船長自己也要教育 像你這個他病危 在我的政治裡面 不管你在關島在哪裡 我們都可以要求要求協助 我們的船員在 在那個旅房島那邊有狀況 我們可以要求日本那邊 派救難隊來幫我們用直升機 送到東京去都可以 這個是有管道的 所以說 並不是說我們都沒有重視這個 這個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的 所以我們也不用說 我們說隨便在這邊沒有 就是說你們真的把移民弄得移民不止 真的我們也很傷心 我們知道一定有很多 還是很好的船東 對不對 但是我們要討論到這個 的確是 但也存在我們剛剛要討論這個議題 對不對 好主任你也有看法 對 我同意剛剛林大哥講的 就是我們一定有很好的船東 然後也很關心船員的生活 只是我想再強調一次是 其實這一次Supreando的案子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個案 因為其實像我們去年 我們去年跟前年在台灣發布的 這個調查 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在台灣跟斐济的港口 訪問超過100位的羽工 那有三分之二都有遭受到暴力 或者是他們被欠薪這樣的狀況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知道 其實在過去10年 有很多船長遭受到跌血的事件 那在海上 大家可以想一下 一次出海就要半年一年的 那船上空間很小 船的魚捞作業又很危險 那有時候魚況好的時候 你必須長時間的作業 那這樣子壓力其實很大的狀況下 是很容易產生摩擦的 那我想說的是 在過去有這麼多 肢體摩擦的狀況 或是我們船長的安全 其實也受到威脅狀況 其實這個問題是需要 政府不只是漁業署 還有其他不同的部會 一起來解決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 我其實剛剛講到 那個林大哥在講說 那個船上 當然那個是空間因為很小 然後勞動的緊張度又非常的大 那我想它的作業型態 可能跟一般工廠 或者是一般的很多工作場所是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這地方 其實也有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是說 那既然它的勞動型態 有時候漁獲一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連續 像很多漁工都跟我們反映過說 漁獲一來他們其實一天睡覺 都睡不到兩小時 有時候連續很多天 那這種長期勞動強度那麼大的情況下 人的情緒難免會失控 那我是覺得在這一點上 也許船東它可以在用人的成本上 適度的增加一些 我覺得現在整個漁業的那種船東的 在整個經營的成本上 人事成本是壓到低不能再低了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應該做一些要求 應該讓人事成本提高 你多聘一些人 讓漁工可以輪流休息 那我想這個可以改善它的勞動情況 那我覺得很多船東會說 這會增加它很多很多成本 可是我覺得你作為一個雇主 這個是必須要支付的一些成本 這恐怕又要牽涉到說 我們現在整個環境的問題嗎 這個我贊同 是 我們理事長這個意見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種狀況 應該這幾年會很少發現 現在漁業署也著手在處理這方面 他要 因為以前這個境外 幾乎沒有辦法去管 你們像剛剛有提到說 他的薪資才不到一萬塊 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也應該這樣想 他是在國外 他是在落後的國家 他在哪一個國家 跟哪一個國家 這個沒有辦法去 你去相提並論 但是政治不可以這樣 是不是雪莉姐 我對於這件事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當我們說我們在中國設廠 在越南設廠 所以用當地的水平來看 這個薪資的時候 其實漁業的工作環境 就像素香這樣 它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第一個 它不是在當地設廠 所以它是跟著台灣的老闆 船老闆 船主 船長 上了兩年的海牢 這兩年的海牢裡 它如果想要下岸去娛樂一下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下班的 即使你說今天沒有漁獲 我不用捕魚 但是它是沒有辦法下船的 第二個 其實我們發現說 很多的漁工 尤其我們在印尼 我們在當地做採訪 發現他們簽下的是不平等契約 這個可能船東不知道 船主不知道 但是仲介是非常清楚的 他們幾乎沒有三五分鐘 去看合約的可能 因為人來得要得非常的急 他就仲介把他帶到安置所 安置所就是明馬上要上船 有時候他們甚至不知道 自己要上的是貨船 還是遠洋漁船 是FOC船 就是我們講的權宜船 還是台灣級的船 這些被騙的人非常多 所以我們講說 如果因為當地的薪資 我們遠高於當地的薪資 我實在不曉得 我們的人權的意識 到底在哪裡 然後第三個我要講了一下 就是說 剛剛林大哥說到 為什麼大家用那麼多 不同國籍的人在一艘船上 根本就是恐怖平衡 因為怕我用了全都是印尼漁工 或越南漁工 船長會有人身安全的問題 這種還沒有受過訓練 就讓不同的國家的漁工 上在同一艘船上 這樣子的恐怖平衡 這樣不安全的環境 是我們要的嗎 這個是我提出的疑問 好 我們要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會兒回來繼續分析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剛剛提到了勞工 尤其是遠洋外籍的勞工 它的跟境內境外其實有差 其實就算是外籍勞工 也有分兩種 一種我們剛說是境內勞工 境外勞工 好 我們台灣現在都有 人數大約是境內勞工 大約7000多人 境外勞工14000多人 但是適用的法規就不一樣 境外的勞工其實 它是雇用外籍船員 注意事項 好 這是一個注意事項 但是境內勞工 有勞基法的保障 所以我們才會說 今天這個例子是說 工資最後你雖然跟他講說 你可以拿到一兩萬塊 但最後你一個月 真的只能拿到9000塊錢 但是相對於如果是境內外籍勞工 它是有基本工資的保障 好 這個部分我就請理長先說一下 這個兩者的差別 你所看到的這有哪些問題 我覺得主要是這樣子 因為境外的漁工它是它的聘雇 其實我覺得這是台灣勞動部 或者是農委會 其實幫船東開了一個大後門 照理講漁工它是適用勞基法的行業 但是它現在把它故意區分成說 你是境外聘雇 你是境內聘雇 境內聘雇 它當然就要適用勞基法 能不能落實那是另一回事 但是境外的 老實講什麼叫境外 你漁船是國土的延伸 就像航空其實是國土延伸一樣 你既然是在這個裡面 你的雇主是台灣人 你的勞動場所是漁船 是台灣籍的漁船 照理講 這個都是在國土境內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 我認為這應該要譴責勞動部跟農委會 特別是勞動部 我覺得你開這個後門 讓所謂的境外漁工 不適用台灣的勞動法律 我覺得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解決這個事情 比較根本的方法就是 把它通通納入台灣的勞動法律的保障 顏主任你有看到這樣的情況嗎 有的 而且其實我想說的是 漁業署它其實是管理漁業 漁撈的一個專業的單位 可是漁工涉及這個勞動 然後以及要怎麼來保障這些外籍漁工 如果你在船上 你要怎麼落實勞動檢查 這些其實應該都是勞動部的範疇 剛剛塑香有提到說 船舶其實是我國領土的延伸 但是現在有很多問題是 這些漁工他是在境外聘僱的 他可能是國外的仲介 或是一個跨國的仲介公司來招聘 所以以至於發生問題的時候 其實漁工是求助無門的 他在海上他要跟誰求助 然後他要適用哪一國的法令 其實他自己可能根本不曉得 還有的時候很多合約 他可能是 雖然他是義女漁工 可是合約可能是中文或是英文 他可能根本就看不懂 有很多這樣子的問題存在 對這個境外老公 其實是不是真的是出事 就是變成三不管 沒人要管他們的狀態 不只是三不管 我真的非常好奇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境外聘僱的仲介 他如果要申請是 要跟漁會申請 然後很多人都可以當仲介 船主也可以當仲介 那漁會裡面的人也可以當仲介 那他管轄的範圍包括地方政府也要管理 所以當我們去問採訪這個 就是遠洋的大港就是在高雄嘛 那高雄的海洋局局長就說 基本上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辨別這些仲介的品質 那如果他們都沒有辦法辨識的話 漁業署怎麼可能有辦法辨識 所以我們看到漁業署網站上的所有的白名單 很多還是出過市的 但是他們都存在 那在仲介裡面我們也去很深入的採訪 就發現說他們常常是人頭 我這個人頭出事了我就關掉這個公司 所以可能其實都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個老闆 但是他開了好幾家的仲介 只要這一家出事了我就關掉 但是我另外一家還是可以繼續從事仲介的業務 那我就不知道說我們勞動部在過去在管理這麼多 二十年來管理這麼多的仲介的過程當中 他所存是不是有累積了一些經驗和知識給漁業署 那當然我們也要重新評估 漁業署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條件跟能力 來管理我們的仲介 剛剛我們林總幹事有提到嘛 我們說閒聊的時候有講到 其實對台灣的傳統來說 說真的願意付薪水 也真的不是說想要去苛刻他們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麼中間的這個仲介剝削 對你們來說是沒有辦法去做任何的改變 或者是剛講到仲介雖然說官方可能有開出個名單 可是那個名單裡面可能也不知道哪些 是不是其實他本來就早該列成黑名單的 你們自己看到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其實這個都是存在的事實 因為這種尤其這個境外的 他們本身跟在印尼的和約 他們有他們的要求 你剛剛講的譬如說他的保險他付的那麼低 難道我們台灣我們應該要 我們我也覺得應該要多一倍的 一百萬都沒有問題 不要說五十萬 這意外這個是最基本的嘛 還有甚至醫療險都要跟他保 這我們只要合理我們移民絕對會接 尤其傳東這邊絕對會接受 只要問題就是說他的來源的處理方法 並不是我們在處理 我們這邊也是被動的 他哪一個國印尼的處理方法 菲律賓菲律賓的處理方法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應該是漁業族有著手在研究這個 以後這怎麼處理 因為你這個沒有從根本處理 你不是不是只有移工痛苦 我們我們國內的移船也痛苦 因為莫中一事你不知道應該怎麼走 我們很希望每個移工跟我們 尤其像現在通過三年好的傳染 我們可以留下來 這個是對移工最大的好處 對我們也是很大的好處 我們不用再去 這個走了他要回來我這邊說不定還來不了 他很想要跟我這條船 但是不是他控制不是我控制 我想要也要不到 他想要也不一定能達到他的目的 所以他好的傳染 你能夠讓他三年以後繼續留下來 這是好的政策 好的我們可以留 雪莉在調查的顧問當中 其實是不是有發現對於對方 不管是勞工的所在的國家 跟我們自己的國家的官方單位 其實都有了解這個狀況 但卻末世是有這樣的情形嗎 其實我必須要說 像蘇平安投因為他從印尼來 那印尼其實他的那個 政府的貪污的狀況也蠻嚴重的 所以光是牽涉漁工的部分 好幾個部會有交通部 就是說海洋部 交通部 人力資源部 甚至他們認為境外聘務的漁工 是由外交部 外交體系來處理 可是當我們去問了台灣的 就是印尼駐台灣班事處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掌握 這些上到台灣漁船的 境外聘雇 漁工的人數 那反而只有台灣的漁業署 有這個數字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們其實也慢慢意識到說 境外聘雇對於 印尼的漁工來說是一個非常沒有保障的制度 他們現在其實是要把這個境外聘雇的 這條通道要鎖死的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漁工可以上來呢 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貪腐的問題 還有部會協調不足的問題 所以像Supriando 他的漁船證我們 船員證 我們去調查以後發現它是假的 在印尼有一種狀況就是說 我同一個號碼我複製了100個 100件 所以可能你拿到的都是一個假的證件 但是這個東西我們也沒辦法核實 所以我想應該是說兩國政府 以及兩國的仲介合開了一條人口走私的道路 那這條通道其實印尼政府現在是相管的 想把它封鎖的 那我要說的是我們的需求端呢 我們現在需求端 像我們剛剛講的是不是要封鎖起來呢 我們是不是只能接受所謂的境內聘雇這件事情 然後可以實施勞動基準法的 這的確是要讓官方來說說看這樣的情況 不過我們會說的確我們現在有一些 台灣好像也不缺法條 看一下遠洋漁業條例 其實有一些相關的條例 明年1月20號就要生效的 它其實就有寫到了 如果是非我國籍船員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些像是境外 就是包含在內 好 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契約是不是有問題 契約內容還有包含仲介機構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 依照法令來進行 是要由主管機關來訂 這樣的相關的細節 這是不是能夠進一步改善 等會我要問大家 好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還有另外一條 也是有相關的權益 就是說我剛剛既然已經講了 你相關的什麼細節契約 都是必須要按照主管機關 所以如果說仲介機構 違反了剛剛所說的辦法的話 就可以課他罰還100到5000萬 還可以廢止仲介資格 好 那麼如果是沒有經過核准 從事仲介的話也可以罰錢 400到2000萬元的罰還 另外是船主如果沒有經過許可 雇用外籍船員 違反剛剛所提到的辦法的話 也是可以罰錢 而且可以收回餘業證照 一年以下 相關的這樣一個新的法條 林長您自己看 這樣子有沒有辦法說改善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我想當然罰的重量會有一些遏止的作用 但是我覺得要講的是說 其實現在外籍境外聘估的問題不在於說 你有沒有經過核准 而是說他的勞動條件是沒有任何規範的 然後他到了那個漁船上之後 其實是完全公權力無法介入 就像真的是就是個海勞嘛 那這個部分我還是覺得應該回歸到說 那這樣子的一種勞動的場所 我們到底可以怎麼樣去監督 這個船上那樣的一個遠洋漁船上的勞動關係 到底應該怎麼樣得到監督 然後漁工如果真的受到一些不平待遇的時候 他到底有什麼救濟管道 那我覺得這個救濟管道其實是一個大災問 老實說 因為他在船上 你落海了 你都已經不知道到哪去 你如何能救濟 或者說他可能在國外的港口上船 又在國外的港口下船 那他到底怎麼跟台灣的勞動部門去申訴 他可能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其實我有點想要問林大哥 就是說境外漁工的這個聘估 他真的有需要到一定要國外的港口進嗎 一定要國外的港口下船嗎 因為這樣的聘估關係 其實老實講 它其實是穩定的一種聘估關係 它甚至是兩年三年這麼長的一個聘估關係 它為何一定需要在國外聘估 你如果一艘遠洋漁船要出海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在台灣把所有的聘估關係都弄好 然後甚至回來的時候 再讓這些漁工在台灣的港口下岸回國 為何一定要在國外 這其實我有點不懂 那我覺得正是因為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在國外聘估 國外下船的一種狀況 使得我們台灣的勞動的公權力 完全無法介入船上的這種勞動情況 那我覺得這個 也許我們在思考這個的時候 它整個的制度 也許需要做大的調整 聘估的問題有可能做一個怎樣的調整 這我跟妳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遠洋漁船 它是兩年都沒有回來 假設它是兩年都沒有回來 但是它這個船員會有的四個月 譬如說它四個月進港一次 它出去作業 四個月進港一次 它進港以後漁船會回去 有的會繼續 有的會留下來 有的會不想上船 都有 所以它這個沒有辦法說 你叫它回來這邊弄好兩年 這是 我在想這事實面跟我們理想面都有問題 因為它 它從我們 甚至有遠洋漁船 它十幾年都沒有回來 它有時候整修都在國外整修 因為它就在印度洋或是南太平洋站那邊工作 甚至有的到南美洲工作 它怎麼回來啊 它回來就差不多要解體了 所以這個狀況你就管不到了 是 因為合約好像譬如說一艘船 假設是250噸的漁船 委員神調船的話 它可能有二十幾個工作者 但是每一個合約的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有些人是已經上去了一年 有些是現在行上去的 所以我不曉得您講的是不是這個狀況 它就很難說這樣統一的做 但是我們如果提到說船上 那至少你要改善它的勞動的條件 監督的問題 我們說遠洋漁業觀察員 不是一直有配備這樣的東西嗎 主任您所理有了解這樣的情況嗎 是他們觀察員有上船去看情況 然後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那有真的是說幫助到改善船上的勞動情形嗎 對 我們現在台灣的 有一些遠洋漁船上是有配觀察員 比如說像大的微網漁船 其實是每一艘船上面都要有觀察員 但是台灣有非常多的是小型的延伸吊船 小吊船 那其實船上在船員 大家就已經很擠了 如果你再塞一個觀察員 其實那個生活會非常艱困 所以其實小吊船上面的觀察員是 它的比例是比較低的 那這些觀察員它在漁船上 其實是協助政府做科學統計的工作 所以他們做的是漁獲的統計 比如說今天抓到什麼樣的魚 或者是有沒有抓到一些兵尾的物種 像是有不小心抓到信天翁 海龜這種他們會做一些統計 所以基本上這些觀察員做的是 漁業的觀察跟統計 但是勞動的部分 其實不是在他們的職權範圍裡 這些觀察員也沒有供權力來執行 比如說監督或是檢查的這些責任 所以觀察員的情況 學歷有看到 就算是觀察員 因為沒有辦法執行公權力 他看到可能有一些問題 是不是也沒有辦法 真正的去做一些表達呢 當然世界上已經有50個國家左右 有實施觀察員的制度 那多數是所謂的科學觀察員 執法的觀察員真的比較少 但是以中西太平洋這些島國為例 他們事實上是有某種程度的執法的權利 原因是因為他們所記錄的一切 因為可以罰遣嘛 所以他們會記得非常認真 那政府也就會採信他們的報告 那雖然台灣 其實台灣曾經有一度在2005年 我們被大西洋制裁的時候 曾經有一度是做執法觀察員 那一年就是拿到罰金也多 然後犯罰的人也少了 但是之後因為怕這些觀察員的生命的安全 或怕被海炮 所以他們就只有成為科學觀察員 但是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是 因為我才採訪很多離職觀察員 他們說他們是唯一的在 唯一就等於是政府在海上唯一的眼睛 那其實他們看到的很多資料 是不只是在漁捞日誌上面有人作假 那這個東西回報到漁業署以後 基本上都是被鎖起來被封起來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包括說配額的限制 我們不希望這個數字拿到國際上 非常的難堪 所以像保育類動物 我們就會以多報少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觀察員他可以看到很多的 不只是科學資料的蒐集 他也可以看到漁船上的一切 那他們有時候會寫這些報告 當然這些報告是不是能夠作為證據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訊息 但是漁業署有沒有進一步調查 譬如說我講我們頂票的事件非常的嚴重 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漁船船員管理辦法裡面 台灣的漁船是必須船長是要台灣人的 那也有很多是包括說輪跡長大副這些是必要台灣人的 我們有這樣的規定 可是我們知道台灣的頂票非常嚴重 所謂頂票就是我現在出海了 我到小琉球或新加坡把人換下來 然後換中國籍或者是南韓籍的船長上來 這幾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可是觀察員回報到漁業署 漁業署不一定有動作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們現在即使有5%含蓋率的觀察員在上面 我們是不是很好的運用它們 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 但為什麼有好的制度 好的法令 我們卻沒有辦法落實 總關係觀察員這個東西在船上 它能夠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以你所瞭解的狀況 是不是對他們來說 寫寫這樣的一個報告 可能也只是形式上而已 會是這個樣子嗎 因為這個觀察員是漁業署也在推這個政策 他不是說 我沒有必要幫漁業署講話 他現在像有時候人力的問題 我們剛剛講的 他的危險性的問題 你要找觀察員也不容易 所以現在漁業署對我們這種小延伸調的 他就打算發電子觀察員 譬如說他一條船他弄三四個攝影鏡頭 反正他出港他就用一直記錄 你就不能把他關掉 他記錄你整個船的活動 當然他這個也有一些科學 就是你捕撈的狀況 你整個人船上活動的狀況 耶穌也一直想要推這個 他可能現在都漸漸已經在著手在做了 當然這也是進步的一環 如果我們說人可能怕被海拋的話 用電子的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起碼比沒有監控 我們是覺得以大環境來講 以整個大環境 這個是國際所需 可是我看到報道不是說 只要有什麼違法的事情要進行的時候 那個監視器都會突然壞掉 我先說一下 其實在國際上他們現在為了要溯源 或者是說看漁船上真實的狀況 他們現在還是有第三的機核 國際的機核 他們還是透過人 即使是在船上有更多的監視器 因為監視器還是有很多人為下手的空間 上下騎手的空間 所以再怎麼樣 他們還是會有人去監視 就是監督整個漁船的過程 就是也許他是抽樣的 他不一定是一直在那邊 所以我想電子的東西 不一定能夠完全取代人的管理 好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都能回來繼續分析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 明天立法院有哪些焦點 我們要特別留意 外交委員會 明天要來討論的是 國防部長會報告2018 停止徵集義務役的規劃 另外經濟委員會 會有國發會的主委跟經濟部長 要報告 促進景氣復甦的相關工作 在司法委員會 則是要審查 黨職並公職 一領退休金的相關草案 回到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 在遠揚漁業的部分 還有漁工的權益 尤其是我們說外籍的漁工 這部分我要先從 顏主任這邊開始請教起 我們剛剛提到說 不管是漁工的在海上面 我們說我們看不到的 但如何保障他們的勞工環境 甚至還有我們國家自己 在漁業上面 我們是漁業王國 我們總要顧及我們的形象 您從這個部分來看 您會覺得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能夠包含整個產業的轉型 是不是都是有必要的 對 台灣在去年10月的時候 被歐盟發黃牌 因為歐盟認為我們現在的法令 沒有辦法有效的制止 非法漁業的產生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政府 就提了新的漁業三法 那已經在今年7月通過了 明年的1月20號就會開始實施 那在新的這個遠揚漁業管理條例裡面 就會大幅的來改變這些漁工的管理 比方說他會加強仲介的管理 規範最低的薪資 提高漁工的保險 以及還有比如說 規定漁工的工作時間這些 不過這些東西目前還 只有方向還沒有看到草案的內容 那其實我們當然是樂見這樣的方向 不過我們也很希望 到時候真的可以落實執行 然後以及要怎麼樣來積查 才能保障我們這些在船上工作 海上勞動者的權益 我們剛剛提到說要改善權益 您還有什麼樣的看法嗎 我個人還是覺得有關境外聘僱的問題 應該要徹底解決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漁工的聘用 就算說它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我還是覺得應該要統一起來 不應該再分境外聘僱 因為它確實是完全沒有辦法去保障到 他們的勞動條件跟人權的 在監管的部分 您會認為說政府可以怎麼樣做嗎 監管的部分 我覺得勞動部應該 我覺得有關餘工的 不管是境內境外 餘工的勞動條件的保護 這個部分還是應該要回歸到 那個勞動部去 那有關聘僱的這個程序 我覺得也應該要回歸到 舊府法的相關規定 而不是另外開一個後門 讓境外聘僱可以這樣子任意為之 我要請教總幹事 大家都會說我們現在 遠洋漁業一定要面臨一些轉型 尤其是現在各國都有這樣的 是潮流也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個合法的情況之下 有限度的去捕撈這樣的 我們說漁獲量 您自己的觀察 您認為台灣的漁業接下來的發展 因為這個台灣的漁業 再不做一個大改變的話 真的是會 就再幾年就沒有什麼漁業 現在是有多困難 因為現在我們的主要的幹部 都年紀都是 就是都50歲以上60歲了 那後繼都無人了 所以整個問題 不是我們表面看那麼單純 有時候你剛剛講的全部拿到國內來 然後再飛到他的基地去 他船隻上面 這個講很快 那這些錢要誰出呢 然後從他們最主要問題還是 就是這個工人 他適合不適合這個行業 我們應該要從這個地方去找手 我認為是這樣子 譬如說 我們在要顧印尼 你在印尼弄一個訓練 漁業就是傳染的信念單位 你在那邊就可以篩選 然後這些人就是供應給我們 我們要的 熟悉要的這個船隻 這樣子台灣的漁船 他就信心會 就效力會增加很高 我們把我們要花的這個精神 就從頭就開始弄 然後你到後面 你要求怎麼樣 你在那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教育得很好 從開始你就可以教育得很好 你就去駐造 這種鐵線基本還是過足 應該要投資啊 對 不過因為像剛剛雪莉也有提到說 像日本不就是有的在 直接印尼或是哪個國家 當地就有設一個 設像算是學校一樣 是訓練 就短期訓練 短期訓練 這個你會覺得說 這是政府可以去做的 我覺得政府應該朝這方向去前進 這樣比較能夠 譬如說你要菲律賓的 你在菲律賓設一個招募站 然後你在那邊就可以挑 你就不用 像剛剛我們講的流頭啊 仲介啊 這我們可以把它弄得很 弄得很乾淨 但是在船上 那我們沿途來 我們來的人 等到來到國內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出聲了 人權的保障啊 今天所有的問題都是 都是他不是愚工 對 他接受不了這個環境 然後情緒不好 像剛剛我們談的那種 工作的狀況 就會摩擦出問題 那如果說大家都是 我就是愚工 我這個就是我的行業 我的職業 我來這邊做 我會把它做得很好 船長巴結我都來不及啊 然後我們獎金一個月 有五千塊的獎金啊 但是情緒失控有時候是船長耶 不一定是愚工 不是這個人 我們今天不要去談個案 對 今天說不定我們幾個人 哪一個人脾氣很不好 也不一定啊 因為你這樣談到說 這個船長會失控 這個 那這個 這個永遠扯不完 那就今天如果大家都能夠 這麼相安無事 就不要怕吃手了 就不要堅毅了 一個船上齁 其實就是要怎麼樣可以 我們說至少要做到一些 比較透明的監控跟管理 因為在船上當然 船長的權力可能還是大於其他的船員啦 那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船員就一定是對 或船東一定是對的 好的 學莉妳的看法呢 我先回應一下 就是說過去 過去十年來 我們在海上的跌寫 漁業署從來只有記錄 船長被殺的案例 但是你要知道 漁工被殺的案例幾乎是常常發生 但是我們漁業署是沒有統計的 所以我們對於第三世界人權的傾見 我必須要用傾見這兩個字 我們是從來沒有放在眼裡的 也沒有反思過的 那我覺得除了這個 所謂遠洋漁船上的管教文化 需要被重新思考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這一次的遠洋漁業三法的修正上 當我們要跟船東收取 所謂的海洋資源費的時候 這一條是被刪除的 海洋資源費其實是管理到海洋的生態 那過去我們都認為這個漁撈的文化 反正我補的是公海嘛 我當然要不斷不斷的就是攫取 所以這個貪婪的文化 如果我們不節制的話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成為一個 可以讓人家尊重的遠洋漁業大國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剛剛大家都談到仲介的問題 我覺得一定要減少剝削 其實漁業署都曾經 內部都曾經談過說 他們要成立一個training center在當地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牽涉太多人的利益了 所以漁業署不是不知道 而是我們有沒有道德勇氣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要減少這裡面的層層剝削 不過理想剛剛是很支持能夠成立這樣 所以它是少說它是好的 這個應該理想是這樣走的 我們只有往前走 我們也不用去怕人家挖 不對的就是要修正 我認為是應該以前提的利益為優先 原主任我要記得請教 剛剛學弟有提到說 在海洋上面其實應該有一些 我們要防止濫捕的情況 您所觀察到的狀況是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資源量不斷的減少 那大家為了要降低成本 才會有剝削魚工這樣的問題存在 那這個其實是需要跨部會的一起合作 然後有效的執法 才能保障大家的權利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大家